HELLO 大家好 今次這條影片主要想測試一下 Pokemon Master 中雷昭和黑路加的實力相差有多少 杜娟跟我說Hello 測試的關卡我會選擇在強化之修煉 給大家看看兩個重 一隻就是80L的雷昭 80L的雷昭 怎麼按這裡的編制 先看看黑路加 黑路加以上的技能 學了255特攻 到雷昭 雷昭就是223特攻 被動技方面就有這一招 其餘都是全升的 即是學了所有技能 首先我會用黑路加測試一下 全程都會用Auto打 看看它的速度或者各方面哪一邊快些 首先它AI開了兩次天鵝的Buff 接著到兩下君主蛇的特攻 再到兩下黑路加的妖害攻擊 接著就開始噴大聲炮烤 可以看得出兩下就可以打死暴形草 左邊的妖精就未必打死了 好 而這一回合也開了一個大技 黑路加 好 有什麼看過時間呢大概 好 搞定了 這樣就 好 它是沒有趕時間的 不過不要緊 我到時再去觀察一下 看看誰比較快 好 我們到另一處 嘗試這個 嘗試這個 嘗 沒得 要這樣選擇 這個 雷超 一樣都是君主蛇、武天鵝和雷超 只不過是轉了 好 雷超也是一隻平民的全體神蟲 來吧 好 好 AI選擇照舊都是用天鵝的Buff 雙Buff 再到君主蛇的特攻Buff 然後到雷超直接放電 好 直接放電 你可以看得出 它的放電兩下就已經秒了 那兩隻 好 OK 其實咬眼看的話 其實雷超的輸出是比黑魯家更大 在未Mega之前 好 OK 大家相信都看到雷超的實力了 那兩隻分別在於 就是黑魯家可能要三招才秒到左右滿神 但是雷超只需要用兩招就可以秒到 不過就不代表雷超真的厲害很多 因為始終黑魯家可以用這個Mega進化 雷超就沒有 我稍後就會把這兩條影片合在一起 看看哪個快點 兩個將會同步一起進去那個螢幕 然後再看看哪個快點 因為現在我看不到那個時間 不過我咬眼看應該是雷超快點 雷超應該理論上我看得比較快點 先講講結論 其實雷超真的蠻厲害的 雷超蠻厲害的 就算那個實力 那個戰力相差很多 給大家看 這裏相差差不多接近2000 差不多2000 但是他也是 不會說很大分別 始終兩隻輸出寵來講 雷超 就是拿回分 因為他這招放電是92的威力 92的威力 而黑魯家那招的大聲炮烤 只有40多 我們看看 黑魯家的技能好像是42 39 39的大聲炮烤 所以這裏就有分別之處 放電就高很多的威力 所以就造成有這麼大的威力差 沒錯 好了 今次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真的沒有黑魯家 強烈建議是要練一隻雷超 就算你有黑魯家 你也可以練一隻雷超 因為做多個後備都是一個選擇 沒錯 今次這條片就到這裡 喜歡的記得按LIKE 還沒訂閱的記得按訂閱幫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看看 就開啟了 折折 好 Maria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